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但是他在讲什么 他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不一定知道 然后我们很多人 也在送金刚经 但是我们送金刚经的时候 也不一定明白 它里面的意义 然后心经也是一样 心经也是我们很多人知道 然后学佛的不学佛的人 大家基本上心经都知道 然后也很多人念心经 操心经 这个都是很多的 但是里面的内容 大家也不一定知道 我们比如说操金刚经 或者是念金刚经 那个时候 如果知道里面的内容的话 那就更加的好 更加的有意义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 讲一讲 这个金刚经的内容 然后这个金刚经的 里面的内容 也有很多很多是重复的 很多是重复的 所以我们没有把 全部的文字 用在这儿讲 我们就把一些重要的 里面的一些重要的 就是讲 那么这些知道了以后 其他的内容也就知道了 也就不需要单独讲 然后 佛经 金和轮 金和轮的差别 也就是这样 因为佛经里面 佛经里面充复的东西 特别特别特别的多 佛经里面充复的东西 特别的多 然后最近两年 我就明白了 为什么佛经里面 重复的东西这么多 因为最近两年 我们在学 儿童的文学 儿童的绘本 儿童的绘本 怎么学 怎么画 然后 这个里面 有一个原则 就是儿童绘本里面 就是要用的词 要重复特别特别多 也一定要重复 故意的重复 重复了以后 然后说的明白 然后读起来 不吃力 这样一会儿 小孩 他们愿意看 愿意看 然后就是佛陀 可能是把我们 当作小孩 可能是三岁五岁的 这样子的小孩 所以他就 重复的特别多 最近才理解 为什么 佛经里面 有这么多的 重复的 但是这个经和轮 轮是用来揭示 这个佛经的 那这个里面 有严格的要求 不能有重复的 重复的话 就是这个内容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所以它不能有重复 但是佛经 佛经的原文 它是有重复的 然后有重复 也有它的原因 是这样子 这是我的个人的理解 那么 这个重复的部分 我们就不需要讲了 就是 他们的意思 都是基本上 都是相通的 所以不准备 讲这个重复的内容 然后首先 给大家 介绍一下 这个金刚 菠萝菠萝米多的 这个佛经的 这个背景 它是一个 什么样的背景下 产生的 然后呢 首先介绍一下 这个 它的背景 那首先第一个呢 佛陀啊 就是成佛了以后呢 他的这个 转发轮 也就是 宣讲这个佛法的 这个时间呢 大概也就是有 40年 大概有40年的 这个时间 然后呢 在这个 整个的这个 40年的 这个 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过程当中 佛讲的 很多很多很多的 那个 佛经呢 可以分 这个三个部分 三个部分 然后这个三个部分呢 时间也是有 前后的一个损据 然后呢 前面啊 佛陀刚刚 这个成佛的时候呢 他的弟子啊 只有 只有他的 直接的弟子啊 就只有五个人 先是从这个五个人 开始的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世界上啊 这个世界上呢 没有阿罗汉 这个时候 没有阿罗汉 然后呢 佛就有了一个佛 一尊佛了 然后没有阿罗汉 那那那那五个人呢 他那个时候呢 还没有证得 这个阿罗汉 然后呢 佛啊 就是给这个五个人 给他们 讲法 然后呢 主要讲的就是 小乘佛教的四生地 哎 然后呢 讲了四生地以后呢 因为那个时候的人 跟我们今天的人 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呢 因为他们的根基啊 都是非常非常成熟的 他们的根基 都是非常成熟 佛经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记载是什么呢 他是说 佛陀 比如说 包括我们啊 还有就是 我们还有我们后面的人 全部都是以前啊 就是这佛在这个 很长很长时间当中啊 这个修道的时候呢 跟我们是有缘的 跟我们有缘 但是这个缘 有身和钱啊 有这个因缘很深的 这一部分呢 就变成了佛陀的 这个当时的 他的这个亲身歹的 这个这个学生 哎 然后呢 虽然对佛有缘啊 但是呢 这个缘没有那么深的人呢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我们这样子的人啊 后面还有还有很多很多人 就是派着队的 哎 那么这些人呢 慢慢慢慢就是往前走 往前走 最后呢 凡是凡是在这一个时代啊 这一个时代 这一个时间和空间当中的 所有的与佛有缘的人啊 都是往这个解脱的方面 会走的每个人的这个心啊 也逐步逐步不成熟 到成熟 不开悟到 从愚昧到这个开悟啊 慢慢慢慢这样子会这个成熟的 这个是有一个 有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是 就怎么安排的呢 就是刚才讲的 就是我们自己跟佛之间的 这个因缘来决定啊 谁钱 谁猴啊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最最最前面的 的这些人呢 那就只有五个人了 那五个人呢 佛陀讲法的时候 当下就舞蹈了 这个这个这个开悟了 当下舞蹈了 当下就就变成了 这个获得了这个阿罗汉啊 那么那个时候呢 这个世界上就有五个阿罗汉 五个阿罗汉 然后面呢 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就是这样子啊 那这个佛陀当时讲的这个 在四十年的过程当中啊 这样的这个法就分三种 三三雷 三大雷啊 然后第一类呢 大部分的讲的都是 还有这个以小称佛教的 那个佛教为主啊 今天比如说这西方的这个学者 就是这个就叫做原始佛教 原始佛教 那我们佛教里面呢 我们自己呢 就不会叫原始佛教 就叫大乘佛教 小乘佛教 啊 怎么叫都没问题 这个就是这个小乘佛教 然后以四生地为主啊 以四生地为主 然后这个里面的绝大多数的 这个啊 内容呢 就是将什么呢 将这个生命啊 生命的前世 今生啊 轮回生命的轮回 还有就是善恶啊 善恶的这个营果 营果的取舍啊 就是这些方面讲的非常非常的多啊 这个总体叫什么呢 这些法就叫做一转法轮 第一转法轮 这是佛陀第一次啊 讲的就是一大雷的这个佛经啊 这叫做这个一转法轮 然后呢 就是通过这个 因为因为那个时候啊 佛陀的教育呢 刚刚这个开始 在这个之前就是印度啊 有印度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宗教 呃 后面我们现在也能够看得到的 就是比如说像飞陀啊 飞陀宗教 这个是他是用凡文写的 呃 这个这里面呢 就是大部分的内容呢 就是用各种各样的诗歌来赞美 赞美他们的身啊 赞美他们的身 就是一个这样这也是一个 我们佛经里面呢 有些时候就用他们这个飞陀里面的一些故事 这个里面特别特别多的故事啊 神与神之间的故事 神与人之间的故事 那我们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都叫做神话故事 神话故事啊 但是神话故事呢 它不是没有意义的 它是有意义的 它有脚余的意义 不管这个当时呢 是真是发生了一个这样子的事情 还是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都不重要 它是有教育啊 的意义 然后呢 里面呢 也有很多的一些思想在里面 哦 这一类的东西 这个这个飞陀里面就特别特别的多啊 然后它的历史也就是很早 呃 就这个比佛教还早 早早的多 呃 宗教啊 对 然后没有佛教了 那佛教这个时候 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因为它这个里面呢 跟其他的宗教也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但是呢 很多的关键性的问题啊 都是不相同的 比如说像无我呀 这类的东西啊 比如说轮回呢 当初的这个这个宗教 就像飞陀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宗教里面呢 轮回呢 他们也在讲 比如说人有前世呀 后世 这并不是佛教才讲啊 这个之前这个婆罗门教 他们也讲啊 然后善恶的这个因果呢 他们也在讲啊 大体上这些都是有一点点相同的地方 是不是完全一样 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呢 大体上这个都是都是都是有相同的 所以这个因果呀 这些呢 虽然是这个之前就有 但是呢 因为佛陀的这个 他讲的这个因果呀 还有这个轮回呢 也跟他们也不一样 所以呢 这就是需要一个成熟的 人们接受的一个一个一个时间 需要一个这样子的时间 所以呢 就逐步逐步的就就呃 传播 然后传播了以后呢 慢慢的就人们就是接受了这个这个观念啊 那这样子以后呢 佛陀就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呢 然后开始就转第二转的法轮 第二转法轮 然后第二转法轮呢 他讲什么呢 在这个里面讲的都是这个空心啊 博热空心 呃 我们可以这么讲 这个第二转法轮的内容呢 除了这个博热空心以外 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啊 全部都是这个这个这个内容 全部都是将元气星空 都是将元气星空 那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就叫做这个第二转法轮 第二转法轮 然后这个空心呢 大家接受了以后 呃 这个前面的第一转法轮当中呢 也讲了一点点的这个空心 这个就叫做无我啊 但是呢 这个光度深度啊 都是都是有局限性的 所以呢 这个呃 后面讲的那个才是真正的 这个空心 哎 博热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全部都就是这个内容 博热 然后这个啊 大家也就接受了 接受完了以后呢 然后最后呢 佛陀就开始啊 这个啊 转第三转法轮啊 就讲这个第三转法轮 那第三转法轮的这个 内容是什么呢 他主要就是讲啊 他主要就是讲啊 他主要就是讲这个 佛心啊 如来藏 光明啊 就是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就讲的 讲的 特别的多 然后呢 这个呢 慢慢慢慢就要想给 跟这个往这个密法啊 往这个密法 往密法的方向走啊 然后呢 就准备给密法连接 呃 所以密法里面 将的一些核心的东西 跟这个佛心是 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所以就是我们藏传佛教里面呢 就是有些这个 大德 他们认为 这个我们的第三专法轮呢 呃 它是半谜 半弦啊 一半是先宗的内容 一半是这个密宗的内容 或者是呃 呃 这个呃 既不是贤 又不是密啊 那是一个什么 一个混合的一个这样子的啊 里面也有一点这个先宗的意思 也有一些密宗的意思 所以他就已经很靠近了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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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密法了 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 密法呢 这佛陀宰的时候呢 密法讲的不多的啊 就这么几个佛经 简单的几个 像文书真实 真实明经啊 等等有几个这个密法呢 佛陀当时是讲 呃 然后呢 不是光反的讲 就是讲了一些这个 这就已经到了丁尖了 那 那佛陀的这个一生当中呢 他这么就是专三次法轮 然后密法呢 他就属于这个第三专法轮啊 第三专法轮里面 那这个是整个的这个佛陀 专传法的一个一个方法 然后后面呢 后面的人就开始结识啊 这个佛陀的呃 这个内容啊 后面的人就是当时佛陀宰的时候呢 还没有这个呃 文字是有的 哎 文字是有的 这个时候 印度的文字之前就有有了啊 这个文字最早的这个文字呢 就在梁河的柳余 哎 大概就是这个 就是就是伊拉克这一带 中东这一带 就是已经有了这个七八千年的历史了 这很早很早 这个文字 人类最早最早的文字啊 然后后面呢 就是比如说加古文啊 还有这个梵文啊 这类的东西呢 就就在就在这个的后面 然后 这个当时的这个 印度啊 佛陀当时他们通用的这个文字呢 跟今天的这个梵文啊 是不一样的 完全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异 这个这个字体上面有很大的差异 但是那个时候是有文字的 但是啊 佛陀他在的时候呢 佛将的这些啊 没有形成一个文字的记录 这个时候呢 都是口传的 但是那些阿罗汉呢 他有一个这个功德是什么呢 争得了阿罗汉这些人呢 他的基礼 是这个超翻的 就超越我们所有人的 他就像个录音机一样的啊 就把佛陀将的全部是是是是 一个字都这个啊 不丢啊 全部回不会忘掉的 全部回这个记录下来 那记录下来以后呢 就佛陀与元机的这个啊 佛陀与元机的第二年啊 第二年的夏天啊 大家就觉得 这个现在以后佛陀没有了以后呢 没有一个文字的话呢 那以后这个大家也不知道 佛陀到底是讲了什么 哎 我们把这个文字全部要啊 要做一个记录 那开始这个做记录了 后来就做了好 就三次的这个记录 哎 然后不断的就完善啊 不断的完善 这样子 这个这一部分就叫做佛经 这叫做经和伦里面的经啊 佛经啊 然后再后面的时候呢 啊 这个引渡的后面的这些 这些成就者 他们开始写东西了 他们开始写东西 他们开始写东西呢 他们是用来解释 解释这个佛的这个意思 哎 然后就就形成了什么 形成了轮 轮这个这个部分就出现了 哎 轮啊 然后呢 佛的这个第一转法轮的这个 就是解释第一转法轮的 哎 死相的这个轮呢 大部分都是像那个 那个阿比达摩 或者是巨石轮 哎 这一块 这一块呢 主要是解释这个佛的第一转法轮 哎 佛陀的这个第一转法轮 这部分呢 就是讲的都是都是这方面的 然后呢 第二个呢 第二个这个 第二个 第二个轮是什么呢 第二个轮是那个 那个 就是龙叔啊 主要的代表人物啊 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这个龙叔 然后呢 龙叔菩萨就写了很多很多的中观的这个书 然后这个中观呢 用来解释这个第二转法轮 也就是这个金刚镜啊 心镜 这一类的就是用来解释这个 这个是龙叔的这个 以龙叔的这个代表这个主作为主啊 那还有也还有很多其他的 然后第三转法轮 我们刚刚讲的第三转法轮的这个思想啊 解释的这个这个轮啊 那就是那个就像这个大乘报星轮啊 等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轮啊 然后呢这个轮这些轮呢 主要是讲主要来解释这个如来藏 佛心是这样子 然后然后这个 这个是佛的三转法轮 一二三 然后呢一二三里面有一转法轮的佛 一转法轮也有佛经 然后也有也有一部分是解释这个佛经的轮 然后二转法轮呢 也有也有佛经 然后呢也有一部分是用来解释这个佛经 三转法轮由佛陀自己讲的经 然后呢也有一部分是猴人去解释这个佛经的这个轮 这样子 一转法轮二转法轮三转法轮都有一个经和轮啊 这样子这样子就形成了 整个就形成了我们今天大家知道的这个 那这个大藏经啊 大藏经啊 这是啊 就是母亲啊 就是最完善的这个大藏经啊 是这个汉文的大藏经和藏文的大藏经啊 这两个是最最最完善的 然后巴黎文的这个大藏经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他们这个里面呢 主要是就是主要收录了这个小乘佛教的这一这一部分啊 小乘佛教这一部大乘佛教就是 就是他们认为不是佛讲的 哎 所以呢这里面就不会太多啊 那这个这个是整个的这个佛经 我们平时讲的八万四千法门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这是这是就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金刚经的这个背经啊 是这样子 他是他他的背经是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就看这个金刚经 他自己啊 他在讲什么 那他有三个名字啊 这个这个金刚经有三个题目啊 三个不同的这个题目 一个就叫做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朵经啊 金刚般若波罗蜜朵经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个旧摩洛史 哎 旧摩洛史在汉川佛经的这个翻译 这个这个当中啊 就是人人都知道的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个翻译架 他翻译着这本这个版本啊 这个版本里面呢 就是说金刚波罗蜜朵经啊 就是这样子 那波罗蜜朵经后面的这个经呢 这是主要整个的这个佛的二传法论 全部的这个同称啊 那后面前面有了一个金刚 两个字以后呢 那这个是这本啊 佛经的题目了 这叫做金刚波罗波罗蜜朵经 然后第二个题目呢 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波罗三百松 哎波罗三百松 然后我们这个波罗蜜朵经啊 韩文版的这个这个金刚经 有六千多个字 有六千多个字 然后呢 这个当初这个是翻文 还没有翻译过来的时候呢 他有多少个字 他有多少个这个 他有多少个梁呢 有三百三百个极子啊 三百松就是三百个极子 三百个极子呢 每四句话就是作为一个极子啊 每四句话就是作为一个极子 然后每一句里面呢 有五个字的 有七个字的啊 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就是他的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梁啊 有三百个松 所以呢 有很多佛经都是以这个来明明的 比如说波罗十万松啊 最最最庞大的那个波罗 就是波罗十万松 这个里面有十万个啊 十万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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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松啊 松就是是这个一个极子 一个极子就是四句话 四句话刚才讲了 四句话的每一句里面有 大部分都是七个子啊 也有五个子的 大部分都是七个子 然后大部分的这个极 就是四句啊 也有两句的 也有三句的啊 这个都是有的 但是大部分都是这个四个 四句话 每四句话 每四句话就就就成为一个一个一个极子 然后呢这个极子里面呢 基本上他要讲的啊 这个内容呢 就就就就就就讲完了 哎 后面这个四个极的四个极子的最后一行的后面呢 大部分都是可以写一个句号哎 这样子的 那么这就从从这个角度讲啊 这个也叫做柏尔三百松啊 也叫柏尔三百松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凡文的他自己的这个题目里面啊 有多了两个字 多了两个字就能短 哎 这两个字 能短金刚井 弄短金刚井 哎 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 这个金刚这两个啊 这两个 这两个字 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也是跟引渡 引渡 那个时候还不叫引渡 那个时候就是婆罗门脚啊 婆罗门脚的这个废陀的神话故事里面呢 讲了很多很多的神 其中有一个神 就是这个三十三天的这个敌世 然后敌世天就是啊 天天节的这个敌王 天节的敌王 然后这些神呢 他每个每个人的手里面都有一个 他自己的这个武器啊 岛或者是金刚啊 之类的一些古代的一些武器 然后这个这个敌世 他的手里面呢 就有一个金刚 然后这个金刚呢 在那个那个神话故事里面 就是将这个金刚完全可以摧毁 任何一个外面的东西啊 但是金刚他本身呢 任何一个东西都没办法摧毁他啊 他可以摧毁任何一个东西 但是呢 这个金刚他是没有任何东西都是摧不回 这是神话故事里面的一个故事 然后佛教呢 这个拿来给这个佛经啊 去这样子的名字 金刚 这为什么呢 为什么叫做这个用这个名字呢 因为这个里面的金刚啊 佛尔斯 他的这个真正的意义呢 就是我们真乌智慧 真乌无我 或者是真乌空心的这个智慧 真乌空心的智慧 然后这个真乌空心的智慧呢 就像那个神话故事里面的 那个底王的天界 帝王手里面的金刚一样 他可以摧毁所有的执着和所有的烦恼 这些全部可以可以摧毁 但是呢 所有的烦恼和所有的执着 无法摧毁啊 这个智慧 这个真乌空心的智慧 所以呢 从他的功能啊 从他的功能上面讲的话 就是有点像 那个神话故事里面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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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迪迪迪迪迪天王手里的这个金刚 有点像 所以呢 就是他用来 用这个来明明的 所以这个佛经里面呢 还有很多很多 很多时候啊 就是会用一些那个飞陀的 那个 神话故事里面的 有些 有些 故事 来 告诉大家 就是 讲一个故事的心事去 去讲 但这个也并不是说 佛教啊 就是肯定了这个 飞陀的神话故事的 真实性啊 但是 他可以用来这个啊 就给大家讲啊 比如说我们 的 有些 很多的 那些 一些的 以前的那些传说啊 传说 他不一定是真实 他用没有个真实性 这个很不好说 但是呢 他就是有 有这个 教育的意义啊 里面是有很好的东西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故事 呃 讲给小孩 听呃 作为一个这个 小孩的教育的方式 这没问题 但你说这个 是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呢 那 那不一定的啊 比如说很多时候 我们说老虎 说了个什么话 小鸟 小兔子 又说了个什么话 这可能吗 这不可能的 但是呢 这个 教育是 这个是 他里面 只有 这教育的意义 所以呢 他真实不真实 就不是很重要了 哎 所以这个佛经里面呢 他也就是用 通过这样子的方法啊 他就叫做金刚 哎 这样子 然后能短 能短是 这是摧毁 意思啊 所有 他就把所有东西 可以断掉啊 所有东西 可以这个摧毁啊 所以叫做能短啊 那在这个地方 他要短什么东西 他要摧毁什么呢 那当然就是要短除啊 短什么 断这个断这个 哎 断这个 这个执着 无名啊 把无名摧毁 无名摧毁了以后呢 然后就后面的烦恼 全部都会断掉的啊 这叫做能短金刚经啊 能短金刚经就是这样子 然后藏传佛教里面呢 有一个这个藏传佛教的拍戏啊 有一个拍戏 是一个稍微规模 稍微小一点的这个拍戏 那么这个也叫做叫叫什么呢 叫做这个这个短形啊 短形牌 那个短也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字啊 这个短 他是他要断什么呢 他也就是以金刚经这样子的这个 智慧去短啊 这个烦恼 哎 我们可能很多时候 那个 那个短视频啊 这个抖音啊 或者其他短视频里面 我们可能有很多人 有可能看到过 比如说像这个不丹啊 还有就是这个在藏 在藏传佛教里面 也有很多人啊 这个嗯 这个金刚灵和这个菇啊 这个这个小菇 这么大一个菇啊 那个大家都是在咬这个菇啊 就在修啊 那那有很多很多人 在唱这个这个这个佛经的那个内容 然后呢 在修在修法啊 啊 那就是就像印度的菇提嘎啊 啊 这个每年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大心的 那个那个那样子的活动啊 大家也 我跟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看到了 那么那个叫什么呢 那个就叫做这个短心啊 短心的这个派 那这个短跟这个短是一个意思 能短啊 他要断掉什么呢 他就是要断掉啊 他的烦恼 然后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短呢 啊 那当然是用指挥去短啊 他这个手里面的这个灵啊 还有这个菇啊 这个小菇啊 那么呃 这些都是都是一个心事啊 就是一个心事而已 实际上真正 是不是用这个金刚灵和这个出来端呢 这这个不是啊 当然他后面真正能端烦恼的呢 就是用这个指挥来来来端啊 那么这个藏传佛教里面的短心啊 这个这个这个交派呢 这个流派呢 他是一个女型的一个藏传佛教里面 那个女型的这个呃成就者 他传理的哎 整个的藏传佛教里面 唯一一个从藏传佛教里面 再翻译到这个这个繁文 翻译到印度的唯一一个法 是是唯一一个法 就是就是这个这个女型 哎 他传理的这个这个这个法 哎 后来就是这个印度也就是把它翻译 当时很早很早以前啊 几百年前就翻译到这个印度 一般的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佛法都是从印度凡文 再翻译到汉文啊 这个这个藏文啊 就是这样 没有一个是从从藏文汉文再翻译 啊 那个那个凡文的 这个很很很少的 在以前的话特别特别少 哎 然后 那这个唯一一个在藏传佛教里面 唯一一个这个短心的法呢 从藏文又翻译到这个这个凡文啊 凡文上面就拿到印度去 当时在印度的佛教也是比较兴盛的 唯一一个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他用的方法呢 方法他很多很多非常非常有用的方法 这个他的方法跟我们普通的这些修法方法是很 在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啊 但是呢 他的内容呢 他这个这么这么多的方法 这个表现性是非常的多 但是他背后的真正的这个东西呢 那就是这个职汇 就是无我的职汇 他就是通过这样子的各种各样的方法 去 去 然后呢 啊 就是 证悟 证悟 证悟了以后 用证悟的这个 智慧去断掉所有的烦恼和这个执着 所以他就叫做短行啊 短行 行啊 就是这个瑜伽兴哲 就是修心人了啊 短就跟这个能断是一个意思 短 那么这是我们随便讲的这金刚经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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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是那个啊 这金刚经就是就很早很早以前的佛陀讲的 然后呢 能断金刚经啊 那这个三个是这个金刚经的这个不同的三个题目 这个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然后呢 下面我们啊 下面我们再再再再再看看这个 他的内容啊 首先呢 再看一看这个缘起啊 先我们把这个悲经啊 悲经了解完了以后呢 再看看他的缘起啊 他的缘起 金刚经 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啊 这个产生的 这个我们先先先看看啊 使障老许菩提在大宗中几从所齐啊 那么不同的佛经啊 不同的佛经就是有一个不同的人在闻 在闻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主要不一样的一个一个人在 这个闻提闻啊 然后这个不仅仅是金刚经啊 绝大多数的这个 这个波日波罗蜜多的这个经啊 是就是这个人 这个这个须菩提他闻的 须菩提他闻的 然后呢 他本人呢 是什么呢 他本人就是一个小乘佛教 学小乘佛教的人啊 他本人就是在学小乘佛教 修小乘佛教 所以他是属于小乘佛教的一个比丘啊 比丘 但是呢 每次佛在这个将法的时候呢 尤其是将这个波日的时候呢 他都在现场啊 他都在现场 所以呢 绝大多数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他提的 他提出来 他提了以后呢 佛陀就是给他回答 然后就是就一部经啊 就这样子这个这个这个产生了 那么这个时候金刚经也是啊 金刚经有一次呢 就是大家啊 首先那个佛陀当时是什么 大那个上午的时候呢 呃 大家打坐 休心 然后呢 中午的时候呢 呃 佛陀带队 那后面 后面就是跟着一大队的比丘啊 到这个附近的那个村庄 附近的那个城市里面 呃 城市里面去 然后就去脱博啊 哎 脱博 然后呢 脱博完了以后呢 就是回来 呃 在有些时候呢 日中一时 大部分的人呢 就是中午吃一顿啊 呃 然后呢 就是晚上是不吃的 然后呢 早上很多人也是不吃的 就日中一时 呃 日中一时 下午的话呢 那大家一起 这个佛陀带着大家一起 这个在树林下面啊 就是禅秀 禅秀 然后有些时候呢 呃 这个佛 就这个佛陀的弟子呀 就是闻 哎 佛陀某一件 这个佛经上的内容 然后呢 佛陀给他搭 那这个就变成了一部佛经啊 一部佛经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金刚经呢 他也是这样 当时这个须菩提啊 在大乘佛教里面呢 他们说这个须菩提是文殊菩萨的华生啊 因为文殊菩萨呢 他是诸佛菩萨的诸佛菩萨的这个智慧的显现 为什么每次讲这个般若智慧的时候 就是这个须菩提他来提问 而不是其他人来提问呢 现场有那么多的人 为什么其他人不提呢 就是因为般若这个东西呢 像文殊菩萨这样子的这个大智慧的人 才能够懂得怎么去闻啊 怎么去提这个问题 所以呢 每次是须菩提他来提 所以这个从大乘的这个这个层面看的话呢 他们觉得佛陀身边的很多很多的这些 这些啊 这个小乘的这个修行人啊 实际上就是 就是大乘佛教的一些菩萨的华生啊 菩萨的华生 但是表面上呢 他就是一个小乘佛教的比丘啊 是这样子 有有有有这样子的这个说法 然后他从这个里面就站起来啊 然后呢 我们复佛际里面经常看到这个啊 变探邮件 邮件就是他把这个啊 这个邮件啊 邮边的肩膀露出来啊 就是他们的这个批站啊 就批在这个左的肩膀上 把邮件就这个露出来 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啊 一个标示公斤的一个一个一个方法 如果是他两个肩膀啊 全部都是就不颅的话呢 那这个就是一个一个不太不太礼貌的一个一个传着的方法 就佛佛陀就是这样 比如说印度我们现在看这些印度的男 男人的这些这个衣服啊 这个就就变化比较大 但是女性的衣服呢 大部分都是就还是保留这个当当当 很早很早以前的那个 那个 还是保留那个那个方法 就很多都是就是一个一个在家人也是啊 在家人也就是披一个披单啊 就披在这个右左左左边的肩膀上 然后右边的那个肩膀要露出来 比如说就是比较比较有些比较比较严肃的 这个长河啊 比较严肃的这个长河里面呢 那他的穿着也是有有将就的 一定要把这个右边的肩膀要露出来啊 就是就披单不能披在两个肩膀上啊 就是披在这个左边的这个肩膀上 这个是有有有有将就的 然后这些将就呢 大部分的将就呢 是当时的印度当时的这根据他们的这个风俗 佛陀也就他没有自己的一个风俗 因为大家是这样子的话 他也觉得这个不能脱离群众啊 就是当地人怎么做 那我们这个一般的这些 这些很多事情呢 还是要根据他们这样做的话 大家看着顺颜 所以呢 就是如果你也就就用一个 就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 然后呢 弄一个当地人都不接受的这样子的 这个生活方式的话呢 那大家也就这个不接受翻干啊 那就所以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所以出家人的很多的很多的这个戒律 有些有些根本的这个戒律以外的呢 就都是一些传着 一时传着都是根据当时的人的 他们的这个习惯 风俗习惯 所以佛陀后来圆寂的时候呢 他就说了 以后呢不一定要这么去做 出家人根据这个每一个时代的变化 会有新的这种 这种这种可以诞生新的这个戒律 的意思也就不一定 大家都要按照这个引渡的方式去做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这叫做这个 这是这个原因 然后呢 这个游便的膝盖 着地 着地 这个鬼 这种鬼法 这个鬼法叫做狐鬼 狐鬼 中国人鬼是两个 两个膝盖 双膝盖都 这个放在地上的鬼 然后呢 这种这个游 这个 这有这个 游腿的膝盖着地 这个就叫做狐鬼 狐是什么呢 当时的狐呢 就是这个西方的很多的民族 叫做狐 尤其我们比如说 那个大摩的那个书啊 还有谭经里面都看到 有些是印度也叫做狐 狐人 狐人 所以 在中国人呢 这个就叫做 这个民间啊 就叫做狐鬼 狐鬼 这个跟我们的鬼法 有一点点不一样 是西方的一个 这个鬼的 一个方法 然后 这个平时佛经里面的 这个鬼 鬼的方法 都是都是这样的 不是两个 两个膝盖的着地 就是只有这个游便的膝盖 着地 然后呢 和掌公经而 摆佛 焰 然后呢 就是跟这个 这个佛 请求 西有世尊 如来 善 胡年 祝佛 菩萨 胡年是什么意思呢 胡年是 佛陀呢 平时都在 保护 或者是在 或者是在 想 啊 菩萨 然后怎么帮助他们 怎么帮助这个 终生 怎么帮助 终生变成菩萨 然后怎么把这些菩萨 怎么样帮助他们 他们的修心啊 提升 就是经常去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叫做 胡年 就是这个 这个意思啊 胡年 主菩萨 主菩萨 福主 就是善福主 也是 也是这个 福主 就是佛 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 佛 佛陀经常啊 就是对这个 弟子们的一些将法 有些要求啊 有些这个 佛陀的这些啊 诸佛 就是 也是善 这两个都是善 善呼年 善诸 善福主 就是说 佛陀经常都是 在在思考 这样子的事情 就经常就思考 菩萨的修心啊 还有终生的解脱啊 然后呢 就是为了这些呢 佛陀经常也就是 讲很多的交言啊 这样叫做这个 就叫做这个 主菩萨 使尊 善男子 善女人 法 阿努多 罗 善妙 善 菩提 信 这个阿努多 这是梵文的一个 梵文的这个 引译啊 后面的善妙 善 菩提 这个 这个跟书子 没有什么关系啊 他就是用一二三的三 但是跟书子 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是印度 梵文里面呢 这个阿努多 就是阿拉提 阿拉提 阿拉提 是什么呢 阿拉提 就是阿罗汉 阿罗汉 但是这个是大乘的阿罗汉 小乘阿罗汉 大乘阿罗汉 大乘阿罗汉 就是佛 阿拉提 然后呢 三秒三就叫做 三米阿三 三米阿三 是什么呢 那正灯觉 如来正灯觉 阿罗汉 如来正灯觉 就是 总的来说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佛的一个称号 佛的称号 所以这个跟书子 没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需要的 就是后面的 这三个字就可以了 菩提心 发菩提心 然后呢 就是发了菩提心 以后 这些善男子 善女子 就是这些修心的人 他们发了菩提心 以后呢 那怎么修心呢 就是问佛陀 阴云和竹 竹就是说 他们应该 用什么样的修心 来修 然后云和相辅其心 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去挑拂自己的心 挑拂自己的心 怎么去解决 自己的这个心理的问题 就像佛陀就提出了这么两个问题 这个就叫做佛经里面 叫做缘旗 缘旗 其实这部经 这一块 这一块内容 不是佛说的 但是佛就当时 佛还没有缘旗的时候 就说 佛就说 以后 我们这个做这个佛 佛教的这个 做这个文字记录的时候呢 你们可以签面 加这个 这个佛 这个佛经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 地点在哪里 时间是什么时候 有多少的人 然后是什么样的因缘 讲的 这个前面 想想清楚 然后中间的话呢 也可以加 那个时候 这个提问题的人是谁 他想佛提个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佛陀怎么回答 这个中间可以加 这也不是佛说的 后面的人加的 但这也可以啊 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呢 讲完了以后呢 然后大家都 非常的满意 这个佛陀的答案 非常的满意 赞叹 大家都解答欢喜 那这个就是在后面 佛就讲 以后呢 可以加这三个 那这三个都不是佛讲的 但是呢 每个佛经里面都有 这个是统一的 就是可以讲的 可以可以加的 这后面的人 做文字记录的人 假的 这叫做缘期 这以上就是缘期了 然后呢 下面呢 就是 佛就开始挥大 就佛言 善哉 善哉 这就是佛 平时就是 坑定这个 坑定了这个 徐菩提的 他的文体 你这个文体 提得好 很好很好 然后 徐菩提 如如所说 就像你说的那样 如来善呼念 主菩萨 善呼主 主菩萨 就是这样子 如来就是这样子的 就像你说的那样子 如来就是这样子 如今地停 你现在好好的停 然后呢 荡为辱说 我就要给你们 讲 这个回答 前面的两个文体 善男子 善女人 发阿诺多罗 善妙 三菩提 行 淫 汝 食 竹 汝 食 相辅 其心 其实你看这个也是一个重复 一个重复 刚才不就已经听了吗 前面已经提到了吗 如果把这个去掉的话 也是可以去掉的 但是这个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 那个他这样子留下来的话 那就是 再一次的就 就比较容易 了解 比较容易 极足 凡夫的讲的话 比较容易 极足 所以佛就 重复了一遍 那个 虚菩提的 这个文体 然后呢 然后 你好好 这个听 我就 就回答你的 这两个 两个 这个提问的答案 然后呢 伟然 使尊 愿乐 愈文 这个就是 虚菩提说的 虚菩提说 当然 当然 我们一定会 好好地听 使尊 我们非常愿意 听 你的 这个答案 我们很 很愿意听 非常的愿意听 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 所有佛经 都是基本上 都是这样子 然后 后面呢 佛陀就开始 回答 这个问题了 那么这个问题呢 可以这个 佛就是 佛 佛搞 虚菩提 佛就告诉 这个虚菩提 就佛陀说 首先我们 达成佛教 修行的人 首先 第一个重要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的是 他的目标 或者是他的这个法心 或者他的出众 或者是他的修行的动机 这是为了什么 你为什么要学佛 你想达到什么目标 你想得到什么 那这个目标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 佛陀就现降这个目标 然后说 诸菩萨 摩合萨 菩萨 摩合萨 菩萨呢 普通一般的菩萨 都叫做菩萨 摩合 摩合是打的意思 在凡文里面 是打的意思 菩萨 大菩萨 就是这意思 然后呢 大菩萨呢 我们有些时候呢 霸底 菩萨分十底 其中的底 霸底以上的菩萨 就叫做大菩萨 有些地方是这样子 但是呢 不一定 每个地方都这样 反正这个就是说 菩萨 大菩萨 引入食 向府其心 怎么样去 这个挑服 自己的这个心 然后呢 佛陀就是说 下面的这个 都就特别重要了 所有一切终生之雷 若暖神 若太神 若施生 若花生 这个四个生 就是在佛经里面 讲的这个终生的这个生 发有四个法 生单身的方法 有四个单身的方法 一个是这个暖神 暖神就是像鸟 先是这个有胆 然后呢最后这胆里面 就付出小鸡小鸟 这种就是这个胆 有胆 仙下胆的这个叫做乱生 在佛经的故事里面呢 也有讲人 也有这样子的这个 这个啊 仙下胆 然后呢 再变成人的 有这样子的生法 但是这个呢 使我们有些时候呢 我们把佛经里面的 有些东西呢 也不能当 不能特别特别的当真 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背后就有一个一个原因 如果这个原因 我们不知道的话呢 我们佛教是怎么讲的 我们怎么理解 怎么了解就可以了 你也不要太执着 这个是不是真的有 这有些人 是不是真的是先生胆 然后呢 在胆里面出一个人 小胎儿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是佛经里面讲 是有的 而且讲的也很神动的 然后呢 最近的有些 这个小刀消息里面呢 也有这种 这种这种报道啊 但是这个不一定是靠谱的 不一定靠谱 这个我们就是 这个 这个不要当 太当真啊 这个得要这个研究 慢慢的看就可以了啊 那胎生就有了 就是人就是胎生啊 胎生 弱势生 势生就是 超市的地方啊 超市的地方 有些这个小冲资啊 有些冲资 就是因为这个底超市 它就丹生了啊 那么它呢 既不需要这个台啊 又不需要卵啊 然后就是因为超市啊 它就就就就产生了 很多的这个昆虫啊 很多的这个小冲子 都是这样子 那这个在佛经里面呢 啊 这就叫做这个石 因为超市 才丹生的 然后化生呢 化生呢 就很很 这个就更不容易接受了啊 佛经里面也有讲 这个人也有这个化生 但是呢 啊 这个 我们比如说 在平时呢 很多人就是不会接受的 反正不管怎么样啊 他讲的是什么呢 化生就是 就是突然间啊 他有没有这个父母 然后呢 也没有其他 比如说像莲花呀 像这个某个织物呀 这个里面呢 突然间啊 就是出现一个人啊 是这样子啊 但是比如说 像极乐世界呀 那这些里面 是档耳塞油了 莲花里面 人都是 就从莲花里面单身 全部都是化生 但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啊 啊 这个这个超 这个石生 我们可以接受 然后呢 台生啊 那当然就有了 啊 人啊 动物呀 这些都是这个 哺乳动物 都是这个台生啊 然后呢 暖身也有了啊 暖身人 就就有没有暖身 很难说啊 但是呢 就动物就有了 啊 但是这个化生呢 不管是人也好 动物也好啊 这个就是有 有有有有点难啊 但是因为佛 佛经讲的这个视角 跟我们的视角 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视角 是我们自己 看得到的地方 里面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了啊 那所以他的视角呢 就比我们的 还要光啊 所以呢 我们也没有办法 否定啊 也没有办法 比如说我们通过 考古的这个某个证据啊 去要去拿一个证据啊 这个也这个也难 但是我们一般 在这些问题上面呢 不会那么认真的 这个就是 就是因为佛陀 他本身 他自己有很多很多 为什么这么说 不一定是真实是这样子 他有很多的考虑 他有很多考虑 这个佛经里面 本身也有讲 有些时候佛这样的时候呢 他佛的弟子就去 站起来问问 佛陀你 昨天你说的不是这样子 今天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子啊 佛就是说 我是为了终生的根基 和为了终生的接受读 而讲的 这两个不某 这佛经里面 自己就是这么讲的 所以呢 我们没有必要去 太执着 太认真 在这些问题上啊 所以这个 这个若化生 若有色 有色是我们的这个世界 五色是我们这个 我们的世界的这个上面呢 还有那个 另外的一个世界 那么他们的这个人的身体的 这个构造的身体的这个物质呢 就像这个安物质和安能量一样的 是我们的乳烟是看不到 但确实是有一个这样的生命是存在的 存在 然后呢 这叫做若乌色 若油色 然后乌色呢 它更加的这个 因为它的身体啊 更加它的构造 它的身体的这个物质呢 更加的细微 所以更加的不容易看得到 是这样 但是它也是存在的 但是通过我们现在的 比如说安物质和安能量的这种发现 从这个角度来讲 确实物质有很多不同的物质 并不是物质 并不是我们看到的桌子和椅子 这样子 有很多 所以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还有一个呢 因为终生他们的业力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就是这个叫做 这个游色叫做舌戒 物色叫做无色戒 是这样子 这个是这个在佛经里面叫做散戒 散戒流道里面的散戒 若有相 若无相 游相无相是这个物色戒里面的另外一个终生的 他们的这个分类无相 若废有相 废无相 这个就是这个无色戒 它分四个 就是这四个 我们大概了解就可以了 戒如主要就是这个 不管是这个终生的这个太生也好 乱生也好 甚生也好 有色也好 有无色也好 我把所有的终生 我要把所有的终生 任何一个终生都不例外 全部让他们就是获得解脱 就这个意思 我截淋如物欲涅槃 物欲涅槃 物欲这个语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不剩下任何一点点的痛苦 就是把所有的痛苦全部没了 这叫做物欲 就是一点点痛苦都不剩下 就帮他解决所有的痛苦 就这个叫做物欲 如物欲涅槃 涅槃就是解脱 解脱 而灭度者 而灭度者就是我要让所有的这些终生 我要让他们获得物欲的涅槃 物欲的涅槃 就是没有任何痛苦的这个涅槃 我一定要让他们 让他们得到一个这样子的涅槃 然后我要去这样子去为了这个目标去读 灭度者 灭就是灭终生的这个无名和烦恼 然后我要去度终生 那么这个叫什么呢 这叫做菩提心 这叫做菩提心 那么首先佛就是说我们大乘佛教 那么首先你刚才问了 我们怎么去发心吗 那首先第一个发心就是这个菩提心 他说这个是最最最重要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 作为一个大乘佛教的人来讲 他的所有的 不管他念经也好 学习也好 做任何事情也好 他的目标 唯一一个目标就是这个 让天下所有的终生 然后离枯得了 我们换一句话来讲的话 就这个意思 我借灵如无欲涅槃 我要让他们统统就是进入这个无欲的涅槃 我要这样子去度他们 我要这样子去灭他们的痛苦和烦恼 灭度者 如实灭度无量无数无边终生 就是我这么去度终生 我学佛的目的就是这个 我要不是度一百个两百个一千个 我要度无量的无数的无边的终生 那么这个前面 这个前面叫什么呢 这个都叫做菩提心 所以我们经常也讲 大成佛教的他的终极的目标 真的不是成佛 他不是 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个学佛不就是成佛吗 不是成佛 这个我们宗教的这个区别是很大的 比如说所有的除了佛教以外的所有的 比如说宗教 这个大的宗教 我们小的宗教我们也不知道 有一万多个宗教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就打着宗教 比如说印度教 十二世纪 十三世纪之前 就叫做波罗门教 在后面 以后就叫做印度教 然后呢 有这个基督教 伊斯兰教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宗教 那么所有的宗教 他们都就认为 有一个造武柱 有一个造武柱 然后呢 西方呢 这个造武柱叫做上迪 就一个 没有太多的 然后呢 这个印度教里面呢 那这个太多太多的神 然后呢 反正不管怎么样 就是有一个造武柱 造武柱 然后呢 他就创造了这个世界 创造了 包括我们人类 创造了这个世界 那我们这个学这个宗教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最后呢 还是要到这个造武柱的身边去 他在那里呢 他就在这个天堂里面 带着啊 然后呢 我们要到这个这个这个神的旁边去啊 跟他一起啊 跟他沟通 跟他一起啊 这个叫做这个解脱啊 这就是解脱 我们绝大多数的宗教的解脱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佛教的这个解脱呢 啊 他不是这样子 佛教的解脱呢 佛教首先第一个呢 他不认为啊 有一个这样子的造武柱 他觉得没有这样子的造武柱 而且他非常啊 趋之鲜明的就是这个 就是否定了 这个造武柱的这个存在 那佛教里面当时这个就否定 他否定 直接否定的是这个 引渡那个婆罗门的这个 这个 这个造武柱啊 那个时候这个像 像这个犹太教啊 还有这个其他的西方的宗教 那个时候还不在啊 那个时候还没有 还还不在 佛陀直接这个否定的是这个造武柱 然后呢 造武柱这个后面 第一个是这个上面的不一样 然后第二个呢 这是解脱啊 什么叫做这个解脱呢 这个并不是我要到从这个地方到某一个地方啊 然后就跟某一个人在 人也好 身也好啊 跟某一个身在一起啊 这个就解脱 那他就他觉得这个这个不是他的解脱啊 这个我们也不能说 不能说这个不是解脱 他只能说这个不是佛教的解脱 佛教解脱不是这样 佛教的解脱是什么呢 佛教的解脱是把自己的心中的这个无名 余媚啊 这个一定要把它啊 断掉 我们刚才讲的弄断金刚经 能断断什么呢 就断这个无名 断断了以后呢 断了以后呢 那自己就是因为他认为所有的我们的烦恼 我们的痛苦啊 生老病死都是来自于这个这个无名 然后你把这个无名断了以后呢 然后你不要到任何一个地方去 你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待着啊 你要跟某个人在一起的话 那你一定要跟终生在一起啊 不要跟神在一起 你要跟终生在一起 为什么呢 神都不需要你啊 然后呢 终生啊 他需要你因为你接脱了以后呢 你跟终生待在一起的话呢 你就可以帮助这些终生 所以呢 终生在哪里啊 那你应该在哪里啊 所以呢 你就不要到什么某一个地方去 然后跟某一个人待在 或者某一个人啊 某一个神待在一起啊 那么你要跟终生待在一起 但是啊 前提呢 你自己要真无 如果你不真无 你跟终生待在一起 那你就有可能会伤害他们啊 因为你自己的这个子嗣 有可能伤害伤害众生 所以你跟他们待在一起也没有用啊 那么你自己的这个这个真无啊 菩提心有了以后呢 你跟他们待在一起的话 你是可以帮助他们的 这个时候你哪都不要去啊 就在这个世界上 那么这个是佛教的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他的解脱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佛教的这个 他的终极的目标 不是到某一个地方去 跟某一个神在一起待着啊 这不是他的终极的目标 他的终极的目标 就像这个里面讲的 我借临如物欲涅槃而灭足着 这就是他的终极的目标 我要让所有的终生啊 离苦得了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这是我的目标 就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 这句话对我来讲 多么多么的苍白无力啊 就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啊 但是啊 我就是要怎么做 我就要往这个方面努力奋斗 哎 我现在没有能力 这不等于永远都没有能力 所以我自己努力的话 总有一天 我一定会做得到的 我相信我能做得到 所以这就是我的目标 所以呢 他的终极的目标 是什么 他的终极的目标 就是赌众生啊 并不是成佛 那成佛是什么的 是什么原因呢 成佛是他的手段啊 手段 就是他要让 你看这么里面讲 我借临如物欲涅槃 那他怎么做得到呢 首先他自己成佛 你自己成佛了以后呢 然后才有能力啊 您啊 才有能力 借临如鱼啊 这个无云涅槃啊 才有这个能力 所以呢 成佛他不是他的终极的目标 成佛是他的手段啊 或者是他的方法啊 他的终极的目标呢 这个 就是这个 读一切终生 这个是 是他的这个法心 那么 金刚经一开始的时候 你看 徐普提一问佛陀 一回答的时候呢 其他什么都不说 先说这个啊 这个是有一个顺序啊 这就是达成佛教的 终极的目标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宗教跟宗教之间 有不同的区别 我们也不能说 谁好 谁不好 谁错 谁对啊 这个不能这么说 但是呢 差别就是有的 差别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这就是这个 这个佛教的 佛教的这个差别 就是佛教的 这个解脱是这样 所以呢 这个佛陀就是说 那这个菩萨 怎么调心呢 首先就是你 调腐这个自己的 自私的心 你要为一切终生付助 一定要有这个心 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这个叫做世俗菩提心 然后后面就是讲 圣一菩提心 圣一菩提心 圣一菩提心呢 他后面就说啊 如实灭度 无量 无数 无边 终生 实无 众生 得 灭度 者 后面就进阶之说 你虽然是读了 无量 无边的 终生啊 但是呢 从实际上 讲的话呢 没有无量 无边的 这个终生 没有无量 无边的终生 那么没有终生 可读啊 实际上你也没有读 一个终生 一个都没有读 为什么这么讲呢 何以估 就是为什么呢 啊 居菩提 若菩萨 有我想 如果你觉得 有一个终生 在 然后呢 有一个我 一个菩萨 也在 然后呢 我要去度他们 这个 这个 这个行动 也在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产生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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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着了 执着产生了以后呢 你的这个无名 无名 永远都没办法 这个大婆 没办法大婆 你也得不到 这个 无我的智慧 这个无我的智慧 你得不到的话呢 那你虽然是发了一个 特别特别 这个 伟大的这样子的心 你要度一切众生 但实际上 你没有任何的能力啊 没有这样子的 这个智慧 你就没有这个 得 没有能力 所以呢 有智慧的话 那这些东西呢 不能这样子去执着了 所以呢 就是最后就必须要知道 这个 这些众生 从 从这个世俗的层面讲 我可以去度无量的众生 但是从生理地的层面讲啊 没有众生可度 所以 须菩提 若 菩萨 有我相 我相 就是我智啊 人相 就是我们去执着人 他是一个人啊 这个真实存在的人 这种观念啊 就叫做人相 众生相 众生的范围就更广了 人啊 动物啊 地狱啊 什么 都叫做这个众生 然后呢 就觉得有一个真实的众生存在啊 那么就叫做这个众生相 然后守者相 守者相 守这个意思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 一个呢 是用这个守这个字来这个表达外道这个当时的波罗门的一个自我真实的自我的一个名字 也可以这样子理解 或者是我们这个人和终生的生命的延续啊 这个我们平时的理解 通常是这么理解 就这个也叫做守 守就是守命啊 守相 守者相 那如果你有这些执着的话呢 那怎么样呢 啊 极匪菩萨啊 那你这样子就不是菩萨了啊 不是菩萨 所以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整个的这个金刚经呢 他从头到尾 呃 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 那这样子以后呢 前面我们讲的时候呢 有一个众生可以读 那后面又说了 就没有什么众生可以读了 啊 那这样子一开始就这么说的话呢 那我们的就根本就是啊 这个思路就是混淆了 到底有还是没有啊 啊 那读还是不读啊 那你说终生都没有了 那我去读什么呢 那这样子以后呢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思路就是啊 有点混乱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得要看一看啊 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内容啊 另外一个内容呢 这个是 这个内容啊 是叫做这个生意第一 跟这个世俗第一 生意第一跟世俗第一 那这个生意第一和世俗第一 如果不分的话呢 那我们就根本就没办法知道 这个他到底啊 在这个讲什么 那么这个生意第一和世俗第一 这个内容呢 虽然是我们已经学了啊 学了 但是呢 今天啊 还要给大家 需要这个简单的 简单的说一下 如果这个生意第一 我们搞不明白的话 那刚才这些后面呢 全部都是这种这种这种说法 这种表达的方法 那这样子我们根本就搞不明白啊 就是就完全就是就昏昏 就是偷云了啊 这样就就很麻烦了 所以呢 我们简单的这个这个学一下啊 那这个里面就讲了 这个中观根本回里面就讲啊 诸佛以耳敌为终生说法 诸佛讲法的时候呢 他讲的法就是为依靠耳敌啊 依靠耳敌讲的 依靠耳敌讲 那耳敌怎么讲的呢 比如说耳敌是什么呢 说以以世俗敌 其中一个叫做世俗敌啊 第二个呢 第二就叫做圣一敌 但是这个地方呢叫做第一一敌 第一一敌和生一敌是一个意思啊 两个这个两个生一敌 世俗敌叫做耳敌 若人不能值分别于耳敌 如果我们不知道耳敌是什么的话呢 那就根本就没办法了解 像金刚经啊 这类的这个金刚经心经 这类的佛法的意义啊 没有办法去去学习 没办法去理解啊 一会儿又说 一会儿又说没有啊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有 什么时候没有啊 什么时候该有 什么时候不该有 都不知道 所以呢 则与审佛法 布置正是义 如果你不懂 这个什么叫做二敌的话 那么佛法的这个深奥的意义啊 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根本就不懂啊 他在说什么 呃 然后呢 若不一时时俗敌啊 不得第一 我们这个要正悟空心的话呢 正悟空心就是这个生一敌 如果要我们得到生一敌的话 那就是需要这个需要什么呢 需要这个世俗敌 需要世俗敌 然后呢 通过世俗敌 我们逐步逐步的 就可以啊 可以这个得到 通过世俗敌 最后就得到这个生一敌 哎 不得第一 不得第一 那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根本不知道 有一个生一敌的存在的话 那怎么样呢 啊 那这个我们比如说 不知道这个生一敌 那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吗 不影响啊 影响我们赚钱吗 不赚不不影响啊 都不影响 那影响什么呢 就是不能得涅槃啊 就涅槃是没办法得了啊 其他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那我不需要得涅槃啊 我不需要得涅槃的话 那不知道生一敌 就根本没问题的啊 是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里面也讲啊 如菩萨基金里面也讲 这个世俗与神仪 许之为尔敌啊 那生一敌和世俗敌呢 我们叫他什么呢 叫他尔敌 叫尔敌 然后呢 这两个呢 那生一敌和世俗敌 是个什么东西呢 他说 圣一非心景啊 就是说 我们这样的这个 这个圣一敌啊 不是我们的衣食 能够思考的 平时我们禅宗里面呢 也讲 不可思 不可言 啊 语言不好表达的 因为他深 他他很非常的深 只有自己去体会啊 语言不能 没办法表达 就是所以呢 他不就不就在我们的 这个思维的范围内 就这意思啊 圣一敌呢 只能 自己去证悟 证悟 如果我们语言去表达的话呢 我们人类语言呢 就只能表达四个 极限啊 然后就极限 然后没办法表达 一个是有啊 第二个就没有啊 无啊 然后呢 既有既无啊 然后呢 非有非无 就这四个叫做四个扁啊 那除了这四个扁以外呢 没有再表达的方法了 那这个圣一敌呢 他这四个扁都不是啊 四个都不是 所以他已经是超越了我们的普通的这个心的范围 所以哎 那个叫做这个废行经啊 所行是实俗啊 反是我们说的这个这个任何一个东西 只要他在我们的思维的范围里面啊 在思维或者是我们言而必失神去看啊 听啊 或者是我们的意思去思考 那么这一类的东西啊 科学 哲学 等等等等 这类都叫做什么呢 都叫做这个时俗啊 这个都叫做时俗 能够说 能够表达 能够思考的这个范围里面的全部东西叫做这个时俗 然后世间 世间 简而中 欲甲几平凡啊 然后这个世间 世间是什么呢 世间是这个世俗的 世俗的 它有两种啊 一个平凡是什么 平凡是我们普通人 然后瑜伽是什么 瑜伽是正无空心的人 诶 正无空心的人看这个世界 跟我们普通的人看这个世界啊 然后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 同样看一个世界 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分歧啊 产生了分歧 我们看啊 然后呢 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世界 然后他们看啊 让这个世界不是整 这个世界是一个入汉入蒙的这个世界啊 那这样子我们就开始争论了 我们就开始这个就产生了这个分歧了 你怎么办呢 怎么办 欲甲世间破 就是说欲甲者 他可以破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世界观 他可以把我们的世界观破掉 为什么 因为他有更高的智慧 我们没有 然后平凡世界 世间折 他破什么呢 破我们的平凡 普通人的这个世界观 他们就会破掉 我们破不了他们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子 更神的这个 这个智慧 然后 抚赢回 差别 层层更超胜 然后这个生意地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智慧不一样啊 智慧不一样 智慧的层次不一样 所以智慧的神度不一样 就是因为这个差别 然后世俗地呢 他有一层一层一层的 生意地也有一层一层 一层被一层高 上一层就超过了下一层 所以世俗地和生意地啊 他两个是不是一个绝对的啊 是相对的 相对来说 比较靠近真理的 就叫做生意地啊 相比之下呢 比较不太靠谱 不太靠真相的啊 那个离真相稍微远一点的 这种这种实节观啊 都叫做世俗地啊 那么这是相对的啊 那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一点 然后我们也可以这个一个 另外一个比喻 比如说我们用柔烟啊 我们用柔烟去看 这个世界和我们用纤维金 去看这个世界啊 然后呢 同样的看一个世界 然后最后得到的这个结论 是两个结论 两个不同的这个结论啊 两个不同的结论 就完全是不一样的 结论是不一样啊 纤维金看到的这个 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各种各样的 这个原子 然后呢 不间断 不停地在运动啊 那我们的柔烟 哪有一个运动的东西 这个桌子就是一个 精致 只要你人 不去动它啊 它就是一个 永远都是一个精致的 这样子的这个东西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得到了两个结论 比如说我们一个人 我 我用这个 油烟啊 用柔烟去看 作烟 用线维金去看啊 那我一个人 同时就获得了 两个不同的结论了 哎 一个世界 两个结论 这个任何一个时候 都是有的 哎 哲学 比如说 微乌啊 微心啊 等等等等 那么他们呢 也就同样就分析 就一个世界的时候呢 得到了两个 两个结论呢 那这个里面呢 哪个是对啊 哪个是错啊 那么错的那个呢 叫做世俗的啊 然后呢 对的那个呢 叫做这个圣一地 嗯 然后 对的这个 在这个地方呢 它是对的 但是呢 如果是另外一个 更深层次的这个了解 跟它比的话 那这个对的 有可能是比 其他地方呢 它有可能是错的 哎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 有意义的啊 佛 佛就是说 我们的眼睛 是看不到真相的 所以一定要分这个 圣一地和世俗地啊 来讲 如果不这么讲 我们就是一旦认为 这个世界 就是我们的眼睛 看到的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真实啊 没有什么圣一地 世俗地 这就是 这就是真实真相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永远都这个 破不了我们的无名 啊 破不了我们的这个执着 然后呢 我们永远也就不知道 这个什么是真相 哎 所以呢 这个一定要把这两个分清楚啊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有了啊 我们就已经有了这个这个观念以后啊 然后我们再回来啊 看看这个金刚经的时候呢 哎 然后我们就知道了 他在他他他在说什么了啊 他在说什么 他就是说 他首先是说 我们要去啊 这个度终生 哎 度终生 那么这这这这以上啊 这个以上 比如说我们 解我 解灵如无欲 涅槃 而灭度者 那这个是从世俗的层面讲的 这个层面讲的话呢 有人啊 有人 有天人 有六道轮回 有三恶因果 有千世今生 都有 然后呢 你也你也有啊 你也可以去度终生 度终生也有 这都可以的 但是到了生一地的时候 那后面讲的生一地啊 从这个后面啊 如是灭度无量 无数无边终生 事物终生 得灭度者 这个以后就是开始讲什么呢 开始讲这个 呃 圣一地 哎 圣一地 你虽然从世俗的层面讲 度了无量的终生了 哎 但是呢 从圣一地的角度来讲呢 那没有终生 你也不存在 哎 这都是都是一种错觉 从这个层面讲啊 那就是 没有 这个不存在的 那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讲的话 一切都是这个空性啊 那么最后呢 这两个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啊 完美的结合 这个叫做叫什么呢 在佛经里面就叫做 缘起 行空啊 从缘起的角度来讲 有终生啊 有涅槃啊 可以都啊 都有从缘起的角度 但是它的本质 本质是什么呢 本质是行空 它的本性啊 是空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然后没有终生啊 没有可以读的终生啊 但是这两个不矛盾啊 这不矛盾 这两个啊 就叫做这个 这个 这个 现空无别啊 现现啊 这个现象是什么呢 现象是这个世俗地 然后空是生一地 这叫做现空无别 现空双运 哎 就是这样子 从哲学的角度讲 像这个 像这个罗书啊 哲学家罗书 他的 我们可以读一读 他的这个 实在 实在与现象 啊 实在与现象 哎 这么一个论文 那么这个里面讲的实在 是什么 实在是差不多 都是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圣一地 神都没有达到这么高 但是 但是从这个层面上讲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 圣一地 哎 然后现象是什么呢 现象就是世俗地 哎 世俗地 所以任何一个东西啊 我们从标面上看 比如说 我们看这束花 啊 它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这是我们厌见为师 在世俗生活的层面里面讲啊 这没有任何的问题 哎 没有人怀疑 这个花 是不是长这样子的啊 它是眼见为师 这个任何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我们比如说啊 从真实的物质客观世界的真实情况啊 他从这个角度来讲啊 然后 这束花 它是没有颜色啊 既没有红色 又没有白色 又没有黄色 什么颜色都没有啊 这科学家告诉我们的 那从这个层面讲啊 那 那这个 是什么呢 这就是类似于这个圣一地 哎 所以 但是在我们的 这个现实当中呢 可以做一个完美的结合 比如说我眼睛看油啊 但是呢 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它不可能有任何的颜色啊 不会有任何颜色 但没关系 我眼睛看油就油啊 我们生活呢 我们的人的生活呢 还是在这个感官的这个层面 只要感官的层面油啊 那就有了啊 那就就可以了 出感官超越感官之后呢 它有没有 哎 这个我不关心啊 没有也可以 我也可以 这无所谓啊 就是这样子以后呢 这节叫做生意地和世俗地啊 所以呢 佛讲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指挥 他就说 你在世俗地里面 读无量的众生啊 但是呢 你生意地里面 你一个众生都没有读啊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后面呢 这个寄费菩萨啊 我们要知道 菩萨有两种菩萨 一个是世俗菩提心的菩萨 另外一个是生意菩提心的菩萨啊 世俗菩提心的菩萨呢 就是有了这一上啊 就是我一定要让天下所有众生 您 所有众生 进入无欲的涅槃啊 我为了这个要奋斗啊 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决心啊 那么这叫做世俗菩提心 那么你就是一个表准的这个 这个菩萨啊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永远都不会说 既非菩萨 这就是菩萨啊 但是这个里面为什么说既非菩萨不是菩萨呢 那这个菩萨是有点不一样 它是从这个正无的角度讲的啊 从正无的角度讲的话呢 这是另外一个讲法啊 从正无的角度讲的话 反是正无的这些人都叫做菩萨啊 没有正无的人呢 就不叫菩萨了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也要我们要分开 分开大乘如菩萨行啊 我们平时叫做如心轮 如心轮里面讲的那个菩萨的 菩萨跟非菩萨的界限啊 它是世俗菩提心讲的 它是根据这个世俗菩提心 然后我们金刚经里面讲的这个菩萨 跟这个非菩萨的这个表准或这个界限啊 这是通过这个圣意菩提心的角度讲的 圣意菩提心就是正无 正无的智慧 反是正无的人都叫做这个菩萨 没有正无的人就不叫菩萨 那这两个矛盾不矛盾 这两个都叫做菩萨 是这样子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前面呢 就把这个圣意菩提心就是搞清楚了 以后啊 以后后面的全部都是指导他在说什么了 要不然的话呢 这个金刚经是没有办法读的 心经也是啊 心经也是一会儿说又一会儿说没有 到底有没有我们不清楚 这个这个思路就最后特别的混乱啊 所以大家刚才这个龙鼠菩提心也说了 如果没有这个圣意菩提心和世俗提心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佛的这个深圣的这个意义 确实是这样子了 没有这个不动的分的话 那就那就不行 但是一旦这个给我们讲清楚了以后呢 我们完全就可以能够接受 为什么哲学也就是这样子啊 实在和现象 科学也是这样子啊 不就是通过这个 没有一个科学是这个通过我们的肉眼去啊 这个判断某一个东西 全部都是用各种各样的仪器啊 纤维金之类的仪器 所以他们也知道这个我们看到的不是真相啊 所以呢 因为哲学家知道我们看到不是真相 所以他通过各种各样的逻辑去观察 然后科学家也知道我们看到的不是真相 所以他就是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意义去测量啊 就一个道理 所以呢 佛教也就觉得不是我们看到的不是真相 所以呢 他也用这样子的生意地和世俗地的这样子的方法 去把两个分开 你这个生意地的层面做什么都可以啊 还有一个比如自然的现象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比喻 比如说世俗地好比是我们的梦啊 梦中的这个一切都是世俗地 在梦的层面讲的话 比如说在梦里面的一切东西啊 从梦的角度来讲呢 都很真实的啊 都是比如说我们梦里面吃饭 一定会啊 独自会饱的吃饱的 梦里面的血可以解壳 是这样子 梦里面的方子啊 它可以去当鱼 它可以当鱼的 这些都是可以梦里面的 但是回到现实的时候呢啊 那就是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存不存在 所以两个不同的领域 然后呢 现实就是好比是这个生意地 现实是生意地 然后梦经啊 就像这个世俗地 就是这样子啊 那这个观念就是整 贯穿了整个的这个金刚经的从头到尾 如果有这东西就特别好理解了 所以我们先学这个 接下来我们就学其他的内容 是这样子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时间超过了一点点 我们现在大家休息十多分钟 大家休息十多分钟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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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